隱藏在鬧市區的 日軍清華罪證 這一邊大片都是 神秘的圖標 為何出現在居民區的井蓋上 我的手裡邊有一個標誌 跟這個四象黑象 手蕾上的字跡 又留下了怎樣的歷史見索 一波三折的探尋 接二連三的發現 裡頭比較黑了 注意一點 軍迷行天下 本期播出 循祭罪證造兵場 這個井蓋挺有意思啊 不落雪一頭就是熱的 趙雲鵬是土生土長的瀋陽軍迷 能夠讓他在零下二十多度的天氣裡 冒著小雪來尋找一個井蓋 正是因為這個井蓋上的特殊標誌 近段時間 趙雲鵬正在對日軍在瀋陽的清華歷史做研究 這個井蓋的線索是一位朋友提供給他的 據說上面的標誌和一座消失的兵工廠有關 我這手裡邊有一個標誌 跟這個四象黑象還有一點相同 但是還有區別 這還寫著蒸汽兩個字 趙雲鵬的這個標誌 與井蓋上的標誌高度相似 主體部分都是一個四角星 區別在於四角星下面對稱的那兩個圖形 如果這兩個圖標真的有關聯的話 這個地方可能就和一個消失在歷史塵埃中的兵工廠有關 上世紀三十年代 日本侵略者為了擴大侵略規模 達到以戰仰戰的罪惡目的 曾經在瀋陽建立了一個南滿陸軍造兵場 號稱是清華日軍 在日本本土之外建設的最大兵工廠 幾乎管轄了整個東北地區 日軍佔領下的兵工廠 軍工廠 生產了大量的武器彈藥 最廣泛應用於二戰的中國戰場 然而隨著歷史變遷 這棵兵工廠早已消失在歷史塵埃 即使是瀋陽本地人 也已經很少有人能說得清楚了 這棵偶然發香的井蓋 讓趙雲鵬有些興奮 你好 麻煩點事 我有一個就是這個 這個標誌應該是以前那個日本人留下的 我不知道您 這個我不知道 就是日本在那個清華戰爭時候 這個沒看到在這個附近還有 他那個在附近您是怎樣人 我是怎樣的 怎樣的 我也怎樣 我都不知道 天天我跟著來回走 天天跟著來回走 對啊 這個就是 附近的居民沒有提供更多的線索 不過很快 趙雲鵬在居民區的外側 有了一個新發現 這還有一個門 這約 全是雜物 但是我隔這門裡邊 我看到一個 廢棄的應該是一個二樓 應該少了一個梯子 這要有梯子的話 應該能上去二樓 這應該是個觀察口 不是正常的民用建築 然後如果是變電站了 或者是什麼的話 也沒有必要配為這種窗口 眼前這一座水泥結構的圓形建築 雖然建在道路上 卻被樹木遮掩著 如果不是冬天 樹葉已經掉光 人們很難發現它 而唯一能進入這個建築的鐵門 也已經上了鎖 我認為這應該是個炮樓 碉堡 圓形的 這麼樓高 你這種建築 正常情況下你除了碉堡 你也沒有別的幹頭啊 疑似帶有清華日軍 南滿造兵場標誌的井蓋 路邊矗立的廢棄碉堡 趙雲鵬對於尋找那座消失的兵工廠 又多了一份信心 果然他駕車在一處拐角轉彎時 又有了新的發現 總體感覺吧 不大 兩層樓 那麼高 這應該還是一個 類似於我們長城 劍朵一樣的一個射擊孔 看這射擊孔 遍佈的哪兒都是 應該是輕重武器都有 這個應該是 紅磚的建築 外邊是水泥城 相隔不到一公里 連續發現了兩處碉堡 趙雲鵬覺得那座消失的兵工廠 似乎已經近在咫尺 然而在發現第二座碉堡之後 趙雲鵬用了兩個多小時的時間 只找到了這麼一處殘垣斷壁 我這兒發現了一個建築 這個不算太清楚這是什麼 你說現高跟28還不是 頭這兒也不像是現代人的建築 應該是很老很老的 時間年代已經很長的一種建築 這邊好像是斷了一塊兒 也不知道是人為的 故意的還是說自然脫落的 而且說這一片全是那個 日本當年的建築的遺留啊 遺址啊或者是那些老的物件啊 我這個跟日本有沒有關係 我還真就不太清楚了 好像是應該是有點關係 你看這個外形吧有點像 像我們中國的排放一樣 具體幹什麼呢 不太清楚 這處建築遺址 第一眼看上去 像是一個現代交通的現高裝置 但這裡的道路並不寬 沒有大型車輛經過 從年代以及它所處的位置來看 基本可以肯定 這並不是現高裝置 不過僅從外觀上 趙雲鵬無法判斷他的真實用途和歷史 尋找陷入僵局 為了證實自己的猜測 更快找到兵工廠救治 趙雲鵬決定去拜訪一位 瀋陽軍迷圈裡的朋友 張老師您好 您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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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請進去 張廣盛也是瀋陽本地的軍迷 平日裡喜歡收集抗戰時期的食物 對二戰歷史有著濃厚的興趣和研究 那個我給你準備了一個這個食物 你看呢 手榴彈嗎 對 這個就是當年南馬陸軍造兵場生產的 它上面有一個非常清晰的藍陣 放大鏡看 非常小的這兒 透過放大鏡可以清楚地看到 這枚安全處理過的手雷上有一個男字 這枚手雷正是趙雲鵬尋找的 清華日軍南馬陸軍造兵場生產出來的 據張廣盛介紹 清華戰爭時期 作為日本陸軍省陸軍兵器本部直轄的 八大兵工廠之一 清華日軍南馬陸軍造兵場 能夠製造當時日軍陸軍裝備的 絕大多數制式武器品類和各種類型的彈藥 確實是日本陸軍在文土以外 最大的兵工廠 這是一份呢 是美軍繪製於1945年時候的一個地圖 美軍繪製的 對 當年在沈陽有一個 日本在海外最大的這一處 兵工廠 兵工廠的遺址 它這個地圖現在就呈現在你的眼前 就是在哪一塊兒 你這要細看一下 因為它比較小 要小 它的比例尺是一比一萬兩千五的 那麼以這個南馬鐵路線為線索 在這個南馬鐵路線的東側 這一部分 你看它規模非常巨大 那麼我們現在地圖這個正北方 還有一部分沒有畫進來 對 當然它都基本上 軍迷圈裡高手如雲 張廣勝收藏的地圖 不但證實了清華日軍 南滿陸軍造兵場的確定存在 也標注出了清華日軍 南滿陸軍造兵場的大致範圍 工廠總佔地面積達到了 兩千二百五十萬平方米 趙雲鵬之前找到的景蓋和碉堡 都處於整個廠區的外圍 帶你逛一逛 這就是當時原安南滿陸軍造兵場 它的這個遺址區 這一片大片都是唄 這全部都是 這麼一大片 募之所及 如果不是這次專程來尋找 趙雲鵬很難想像 當年這些清華日軍的罪證遺跡 就隱藏在熱鬧的城市中 現在這一座建築也是當時 原陸軍造兵場的這個老建築 也是老建築 現在是158子宮醫院 原為日本陸軍造兵場 南滿分廠醫院 原先也是醫院 現在還是醫院 那麼這個結構也非常清晰 就看到了兩層的結構 而且它的特點也非常明顯 這個窗戶開的和我們剛才看到的 基本都是這種 小窗戶 樹條的 比較長 窄就比較窄一點 然後是二層建築 上面也是那種瓦的方頂 這個瓦沒動了嗎 瓦也是當年的 也是當年的瓦 沈陽大東區158醫院 原來是清華日軍 南滿陸軍造兵場的分廠醫院 新中國成立後 成為沈陽國營工廠的職工醫院 依舊保留著醫院的功能 一番折騰 只找到這座不能進入的醫院 趙雲鵬 並不滿足 當年2250萬平方米的廠區 還會留下其他遺跡嗎 都可以遇見到以後 用不了多長時間 這一片就應該是改造了 我們現在這個小房太少了 就是這種 現在一般都是起來那種居民群了 嶄新的居民群 這東西 太過時了 這個地方 根據張廣勝的介紹 新中國成立後 清華日軍南滿陸軍造兵場 按照原生產項目 被分成了很多工廠 每個工廠都相對成立 位置也相對分散 再加上之後幾十年的千余 原建和三建建設 人們很難把這些工廠 放在一起聯想 更想不到幾十年前 這裡曾有清華日軍的 重要軍事工業設施 趙老師 這也是一個老的建築 這老建築是幹什麼用的 這個當時是鍋爐房 鍋爐房 鍋爐房 供暖的鍋爐房 鍋爐房 對 這不只這一個吧 當時有很多個 有很多個 但是現在這個建築還是比較完整的 保存下來的 咱就瞧瞧去 走 這能進去嗎 可以啊 可以看看 哎呀 哎呀 這老房子啊 這就是當年的這個烹點都沒有變化 你看這個牆上 這還是 這是牆尾子 你看別的結構 我看不出來有啥變化 它這種鋼梁其實還是很有特點的 你要是細看那個是大錨釘你看到嗎 看到了 那互相的搭的 它不是焊接的 全部都是錨釘錨上去 對啊 這就是時代特徵比較明顯的工藝 這老家都那樣的呗 是不是 對 或者是日式風格的那種的 老日本的 那時候那個時代的就是這種工藝 這種工藝 如果不是顯露出房梁的結構和細節 人們很難將這座廠房與清華日軍的賓工廠聯繫到一起 根據這座鍋爐房的規模 張廣聖和趙雲鵬覺得 這裡有可能只是當年居民區的工熱鍋爐 當年的居民區還在附近嗎 行 再往前走一走 這也都是 這也都是 再往前走一走 這有人開門 你好大哥 你好 我們想參觀參觀這樣的老建築可以嗎 可以 可以 您是在這住嗎 我在這住 在這住 您就是在這住的 太好了 哎呀 這些房子還狀態都挺好的 只是窗戶門沒了 這怎麼都沒門了呢 要拆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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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眼前這位熱情的市民名叫楊洪奎 今年60歲了 從小就在這個院子裡長大 這個樓啊 這個樓是啥呢 1980年進行的改造 我要你看的是原來沒改造的狀況 太好了 您請 這個樓梯只有這麼寬 哦 只有這麼寬 哦 這都是後節的 1980年後節的 哦 寬度還節一下 寬度還節了 寬度還節了 做點意啊 這個滑 好的 進這屋給你看看吧 這屋近點 好 進到屋裡呢 這裡呢 兩張床 兩個床 一個屋兩個人 一個屋裡住兩個人 對 一直到80年這也是 咱們做職工宿舍住 楊洪奎介紹 這裡曾經是清華日軍 南滿陸軍造兵場的單身宿舍 後來成為了沈陽一家 國營工廠的職工宿舍 這個日本法子房屋有個特點 全樓都是一樣 板條子 天堂 灰條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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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說的那個板加尼就是這樣 對 對 這叫我們叫灰條子 灰條子 灰條子加白灰 除了棚頂的灰條子 如今在現場還可以看到 暖氣設施和通風口 這在上個世紀30年代 算是十分先進的設計 當年在清華日軍 南滿陸軍造兵場 僅日籍員工就有一萬多名 以及數萬名中國勞工 在這裡進行兵器和彈藥的生產 這裡就是清華日軍 為其軍官或者骨幹準備的營房 從這些方面 也能看出侵略者 企圖長期霸佔中國的野心 張老師 看這個 這個標字 是 這個標字 就是南滿陸軍造兵場的場標 在快要天黑時 兩位軍民又見到了熟悉的井蓋 非常典型 非常清楚 這還有一個蒸氣 蒸氣 這個蒸氣可能就是應該 給這一帶的建築 供暖的這個暖氣管道的 這個一個微型井口 這是老物件的 這是全是老物件的 對 看來這個建設 在前一次探訪時 因為井蓋和圖片的差異 趙雲鵬還不能肯定 他與清華日軍 南滿陸軍造兵場有關 這塊出現在 清華日軍 南滿陸軍造兵場 單身宿舍附近的井蓋 則足以說明問題 對於兩者之所以存在差異 張廣勝認為 很有可能 與製造時間和出廠批次有關 趙雲鵬我再帶你看一看這個 當時這個建築也是當時的 歷史建築老建築 這也是老 對 就想說當時的原子的一部分 前面還可以進來看一看 對 位於瀋陽市大東區 勞動路32號的這棟老建築 就是清華日軍 南滿陸軍造兵場 技能者養成所的舊址 現在則是瀋陽 職業技術學院的校區 1940年 日寇為了擴大生產 建立了南滿造兵場 技能者養成所 相當於培訓班或職業學校 用以培訓技術工人 南滿陸軍造兵場 技能者養成所舊址 及周邊地區 存有南滿陸軍造兵場 大量相關的歷史遺留建築 是目前亞洲地區 原址保存為數不多的 二戰時期 日本兵工廠原址之一 2021年9月16號 經過瀋陽職業技術學院 三年的努力 在這裡建成了 清華日軍 南滿陸軍造兵場 就職陳列館 專門展成收藏 關於南滿陸軍造兵場的資料 那麼在1936年的時候 日本陸軍省 它就籌劃在滿洲境內 建立專門生產軍工產品的這樣一個兵工廠 那麼1937年呢 選定了在今天的我們的沈陽的北郊 建立這樣一個兵工廠 它為什麼就是選在沈陽這個地方呢 最早被日本佔領的這個呂順 從呂順這塊呢 到我們沈陽這塊呢 建立了南滿洲鐵道線 那麼在這個鐵道線 這個周圍呢 很多的中國的自然資源 像鋼鐵 煤炭呢 甚至各種資源 日本人呢開發的 和了解的非常清楚的 經過918事變全部占領東北以後 這些資源進行掠奪的開採 隱藏在鬧市區的日軍清華罪證 這一邊大片董事 神秘的圖標 為何出現在居民區的井蓋上 我的手裡邊有一個標誌 跟這個四象黑象 手蕾上的自信 又留下了怎樣的歷史見索 一波三折的探尋 接二連三地發現 裡頭比較黑了 注意一點 軍迷行天下正在播出 尋記 最正 造兵場 館中的資料顯示 清華日軍南滿陸軍造兵場 於1939年12月投入生產 到1943年 日本陸軍省多次追加經費 進行建設 兼有廠房77棟 此外還建有各式住宅 醫院 商店 俱樂部等 生活配套設施 在這座兵工廠成立了幾年中 為了掩人耳目 清華日軍先後為其換過多個名字 其中 南滿陸軍造兵場這個名字 使用時間較長 也就被史學專家沿用下來 這還有一個設備 這還有一個設備 這叫摩擦壓力級 出廠日期是1938年 而廠家是日本 這是日本原轉 這一部機器 它是1938年的時候 在日本生產出廠的 然後運到了南滿陸軍造兵場 進行在本地的軍火的生產使用 那麼它這個主要的一個用途功能 應該是摩擦壓力機 是專用的這樣一個設備 它也是真正的文物級的東西 嗯 除了這兩台摩擦壓力機 兩位軍迷在展館中 還見到了一個熟悉的物品 那就是帶著標識的井蓋 原來在當年的這個技能者養成所 也使用了這樣的井蓋 而上面的標識 正是南滿陸軍造兵場的廠標 這也證實了兩位軍迷的猜測 如今這些物品都已經成為歷史實物 陳列在這裡 工人了解當年南滿陸軍造兵場的 侵略歷史 兩位軍迷在展館中收穫破崩 對於南滿陸軍造兵場 趙雲鵬也有了更深的了解 不過他還有一個疑問 沒有找到答案 我分辨不出來 張老師前面這個建築吧 前兩天我來過一趟 我沒看出來這是啥 像個性高桿 又像個牌子 這到底是什麼建築啊這是 當時日本呢在南滿陸軍造兵場 這塊建立的一個神社 神社的一個鳥居 鳥居 整個一個神社裡面的一個建築部分 現在就剩這一個建築了呗 由於時代的這個變遷嘛 現在在這個這一帶 這個遺址上面 只留下了這一個鳥居的這個結構 這個建築 其他的這個像一些其他的建築都已經毀掉了 眼前殘存的鳥居 彷彿是一面折射歷史的鏡子 讓兩位軍民久久祝福 幾天的時間裡 兩位軍民尋訪到了南滿陸軍造兵場建築群 找到了大量清華日軍兵工廠的罪證 閱讀了眾多的歷史資料 也感受到了勝利 給他們生活的這座城市 帶來的發展和變化 這些遺址和食物 也在不斷地向後來人 講述著當年的歷史 提醒大家 不要忘記偉大的抗戰歷史 和抗戰精神 這是一次帶著疼痛的軍民特戰體驗 開始去弄 好疼呀 15米的高度 我看著腿都軟了 90度的衝擊 軍民能否完成攀爬挑戰 看起來巨帥 做起來巨男 陌生的林地 單一的環境 在哪兒呢 軍民又能否找到潛藏的女狙擊手 那我現在已經是掛了 對的 軍民行天下 下集播出 走進女子特戰隊